讲讲长实的1113 这个交易早前就宣布了 长实就决定退出飞机租任业务 总代价就是42亿美元 就是大概330亿港元左右 它就是卖出旗下的飞机租任公司 这间飞机租任公司有125架飞机 卖给基金公司海雷旗下的一个投资平台 预期就会有大概13亿港元的收入 就是交易产生的利益 出售所得的资金准额 就用作一般的营运资金用途 这个是因为上个星期四万 还是星期五早早发布的消息 看到上星期五半的交易的时候 其实长实的股价都做得不错 升了3% 最初都会有些憧憬 就是说它卖了资产 亦都有一个收益 会不会增加派息 不过看到有分析员 引述长实的管理层就说 就用来降低负债率 所以增加派息的机会就不大 那你怎么解读今次的交易呢 其实燕水平吸纳这个详实 你又觉得是否吸引呢 其实呢 如果看回今年的上半年 集团的盈利大概是88亿左右 所以按着今次出售的业务 也是十几亿方面的进涨 计算出来的时候 都占这个盈利可以有两成松一点 如果你说真的可以在今年做到一个入仗的时候 对于它全年的业绩来说 相应会有一个帮助 我想市场会关注的时候 它去出售业务的时候 当然会有一次性的利润 但相应上来说 在业务上的布局 是否一个合议的安排呢 我自己去看的时候 可能就详实都会认为 始终那个疫情 至少来说 在明年的上半年 仍然是对于环球的经济 造成困扰 变成了航空的业务 仍然是一个比较严峻一点的时间的时候 现在出售了这些业务 变成了反而在保养、维修等 或者这些成本可以降低了的时候 变成在一个短期策略部署上 相对上就会有利一些 当然如果你说 日后再进入这个业务的时候 又要支付一笔庞大的开支的时候 可能这又是一个后话 到底会对业绩状况如何 所以初步去看的时候 现在这个公告倾向上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如果你说去憧憬这个消息 来投资这个长实的时候 可能未必预议算盘打得好向 因为本身在今年整体来说 长实股价表现 主要的波幅范围可能倾向在45至55元之间 现在48元多的时候 又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利润 所以如果你说作为一个投资组合的部署 去买入少许详实问题不大 但你说以这个消息来看 就是想去重注去买 可能这个回报就会比较失望一些 未必适合这样的部署